过去大半辈子 厨房一直是宫腾的天地 足迹却天宽地阔的 从十多岁离乡到大阪学发食料理 在东京饭店工作七年后 甄选入军事基地硫磺岛负责伙食 之后最远又外派到南京一年 成了日本探险队员的料理长 几乎是常年四海为家 最更懂得出门在外的队员 队员们思想情窃 需要安慰 那有一些就是新进的人员 去到那边的时候会更孤单 会更想要家或是想吃的东西 所以他能够去体会这个心情 到了南京的时候 所以他会比前几届的人 更能够去体会说这些队员 他们想要的是什么 在异乡想的就是充满家乡味的料理 蛋白汗盐打发后 底先铺成一尾鱼的形状 鱼肚塞了葱将提味的鱛鱼 要被整个包进蛋白里等待凝固成形 就像一尾被白雪冰封住的鱛鱼 要用盐烤出鱼先 鱼出炉后锤子敲开外表的土黄色 就是一尾薄多盐烤鱼 在南京的时候他在日本过年的1月1号这一天 他做了这一道料理出来 当时很多队员很感动 其实龚腾原是黄结盈 置身在日本开台菜餐厅的老客人 在日本打拼多年的黄结盈 十年前被诊断出淋巴癌 每当沮丧绝望缺乏胃口 都是龚腾用他的手艺 把蔬果 大骨等等病中所需的营养 引一味黄结盈熬进汤里 那时候他问了我一句话就说 当哪一天我走的时候 我要埋在哪里 我说那当然是台湾 结果他就说 他知道我们一起回台湾 只是这一次漂泊的龚腾 有了黄结盈这个港湾 最大的心愿就是在太太的故乡 守护他安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市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